来来来 把东西都放在桌上 木兰啊 你正好在 我准备了一些东西 是明天要给新娘子用的 那你就替曼妮姐姐好好收着吧 好啊 来来来 这个红包啊 是打赏娘家下人的红包 木兰 你就替曼妮姐姐收着 发给姚佳那些管家啊 伙计啊 老妈子丫头们 那我就替他们谢赏了 不要谢我 谢新娘子 这里面啊 有六百块现大洋的折子 你啊 就留着是你的聘礼 我用不到钱的 用得着 你嫁过来 总要自己有点提几钱吧 是不是 还有 这里面有一对金手镯 玉手镯 还有珍珠项链 几个宝石戒指 珠花 还有金角链 都是精心替你选的 你当是无愧 收起吧 是啊 最重要的是这个 凤冠 他们应该要戴这个吧 是啊 不戴凤冠 怎么配个日月瓷熊 山河地里裙呢 哇 来来来 很美的 漂亮吧 这都木老的古董啊 到时候明天 曼妮姐也穿上戴上 那不变成皇后娘娘了 走了 我们回娘家吧 好 皮雅哥我们走了 好 一会儿啊 我叫人把东西送过去啊 你看这两个丫头 开心的 姐姐好比灵丹妙药 你一来 皮雅哥要到病除了 你又难我开玩笑 木兰 我真的感谢你 哎 莫愁呢 她也像你这样呢 她比我好 敢爱敢恨的 不过啊 脾气也很大 莫愁 妈 你吓了我一跳 四十八台嫁妆还不够啊 这只箱子也要带走 都是离不开的东西嘛 好 妈给你解个喜字 贴在箱子上 明天随花叫走 妈 哎呀 明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 别总掉这个脸 妈 我总觉得 开心不起来 什么话呀 妈 妈 哎 我把曼妮接来了 哦 曼妮啊 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娘家 为妻晚上 我先带曼妮过去吧 好 走 姐 莫愁 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吗 我去见了一下孙雅 她 她在干什么 她在你们的新房里等着呀 哎 满屋的紫檀木家具 真是金碧辉煌 我现在终于懂得了 什么叫金屋藏胶 谁让你去找她的 明天就要结婚了 你们俩不要闹得这么僵 俗话说中间无人事不成 谁让我是你姐姐呢 那我只好辛苦一趟了 那你自找到 那虽然现在 可是一心一意 等着你上花轿呢 哼 让她等着吧 莫愁 不管有多大的误会 见好就说吧 两个旁性的人 能够成为夫妻 这可是千年和百年 修来的缘分 你们两个如果都退一步 那不就海阔天空了吗 你不知道 她 她怎么了 算了 我这是懒得见她 大小姐 曼妮姐姐那边 嗯 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等到你们进了洞房 再闹吧 我去陪曼妮了 嗯 明天的这个时候 就是你们两个的洞房花周夜 还有你大哥 也要拜堂成亲 你们三个 就算是有家有事 长大成人了 走吧 你们都长大了 金亚 在陆军部当了差 也算有了前程 孙雅 你有什么想法呀 啊 您说什么 我问你 导致怎么办 你今后怎么办 如何做到你为人夫 为人夫的责任呢 你总不能碌碌一声 在西餐馆咖啡厅里过作月吧 我 父亲 我看 要不您向苏云的父亲提一提 让孙雅去财政部 或者是银行 孙雅 银行好啊 铁饭碗 这将来出息也大 读书人是耻于谈钱的 把钱称作孔方兴 不过时代变了 你要娶其生子 也不敢太警告了 对啊 我看 你就准备去银行吧 嗯 还是等过了明天再说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总感觉有什么事不大对 事有事 结婚成家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就是大事 我们这个家名声在外 以后 不管你们谁 行为做事 都不要犹如门风 是 你们回帮去吧 明天还要忙活一天呢 去吧 是 你在想什么 能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约水末车的幸福 来得太容易了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又把你吵醒了 你去睡吧 不要管我 明天一大早 你还要举行婚礼呢 是啊 明天还有婚礼呢 平哥的病好了 我们两个才有甜蜜幸福的日子 万一他 毫不了 我也会为他痴斋念佛 秀佛像 到庙里烧香拜菩萨 求佛爷保佑他 哪怕折我的寿数让给他 马上就要做新娘了 叔叔讲惊人的话 我无言以对 只有佩服的五体投地 哎呦 您来了 您来了 恭喜 您来了 里边请 里边请 您来了 里边接着 马张静 李政务 你里边请 哎呦 您来了 您来了 哎呦 您好 您好 来 里边请 好好 哎呦 您好 恭喜 来 您里面 好好好 里边请 来来来 快快 里边来 把老爷接到这旁边 好 老板 行 都让开了 哎 别让开了 别让开了 让一下 让一下 老板 行 别让开了 赶快 让开了 别让开了 赶快赶快 这边老板 行啊 都让开了 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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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挺热的 人家看到新娘子 很漂亮 你们不就说 它就不看 很漂亮 漂亮 看 这边 新娘子到 新娘子到 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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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子到 真漂亮 真漂亮 好 我们头好 好 白玉 你别闹 这起什么哄 起哄好 起哄热闹 今儿咱家塑云是绝 不捧他捧谁 鲜花 冒愁 刚刚在院子里摘了些鲜花给你 挑着袋吧 你看 还有露珠呢 随便 你自己挑挑吗 我不挑 那姐姐就替你送主了 莫愁 难免你姐姐给你采的鲜花 你敲袋上 还真贴了几分俏皮呢 是不是 你们怎么都围着我 还怕我跑了不成 你妈妈舍不得你 想多看一眼吗 咱们家今天嫁出去的女儿 又不只是我一个 还有你 你把人家曼妮接了过来 就扔在一旁不管了 也不想想 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闺女说的对 走 咱们去看看曼妮去 看看她撞好了没有 你们去吧 我陪着莫愁 要去都去 人家曼妮也管你叫干妈 也闹得有亲有后的 好 好了 好了 我们走了 好 好 二湘 伺候好二小姐 哎 哎呀 怎么呀 曾大人一天娶三房媳妇真是了不起啊 托客为此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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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劳王先生 曾秀 这次北伐军可是势如破竹啊 嗯 听说吴大人这回可吃点了 老爷 牛次长到 哦 各位伤后 好好好 你们聊 老爷您好 牛次长牛夫人 有事愿意吗 文伯兄 三喜临门 恭喜恭喜啊 同喜同喜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二说呢 呃 我嫁女儿应该躲在家里头 但是我要一想 我嫁的不过就是一个女儿啊 而你文伯兄呢 一曲就是三房媳妇儿 咱们是通家治好 礼当前来道贺啊 像大铃郎 三铃郎 道喜啊 哈哈哈哈 求之不得 真是彭帝生辉 哈哈哈哈 我们老爷可说了啊 我们只是来看大少爷跟二少爷 不当亲家 只当亲友 嘿嘿嘿嘿嘿 新房在哪儿啊 嗯 三泉子的新房在南院 哈 这边去 好好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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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事儿到了 该起叫了 我去招呼招呼 啊 你们坐 素云到底怎么回事啊 非让你我来吃喜酒啊 素云说有热闹 那就一定有热闹呗 招什么急啊 老爷等着呗 二小姐 该更衣了 好啊 我肚子好疼 我上了厕所 二小姐 二小姐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来伺候二小姐 我上厕所不用你伺候 那不行 木兰小姐把你交给我了 让我寸步不离的 我忘了带纸了 你赶快帮我去拿 起轿 好 好漂亮小姐 曼妮 等一下 欲如意 吉祥如意 妈 爸 哎 曼妮啊 真漂亮 接你的花轿已经到门口了 请你上轿吧 那莫愁妹妹呢 姐姐是第一轿 莫愁是第三轿 中间还有一个时辰呢 姐姐 你就先行吧 姚伯父 姚伯母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们才好 请说我一拜 使不得使不得 木兰 快点快点 把曼妮姐姐扶起来 爸 妈 你们就接受曼妮姐姐磕这个头吧 否则她心里永远都不会安定的 她一直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 你们就当是我给你们磕了个头啊 哎 好 好 哎 好好好 好 好 你一定要来看我 姐姐 三天以后回门 你还是回来这里 嗯 嗯 来 开口 好 小心点 慢慢的 曼妮姐姐上轿了 增加的第一顶花轿上路了 下面就该马莫愁了 这一刻里 我送了姐姐送妹妹 简直都忘了自己也是个女儿身 για 或是 不 entered 后来小姐 二小姐 二小姐 怎么了 二小姐她不见了 dede 躺 快 那边找 二小姐 二小姐 还是没有啊 你看这 太太 我找过了 确实是没有 门窗都是锁着关着的 这个怎么办呢 你不是一直跟着她吗 怎么会不见了 我本来是一直跟着二小姐的 可是一转眼的功夫 她就没了影了 太太 这可怎么办呢 二小姐 再仔细找找 去 二小姐 姐 不要找我了 该回来的时候 我会回来的 但绝对不是这几天 对不起 增加洋洋得意的三喜临门 只能变成两喜了 我姚莫愁 不会再进他们家的大门 也许父母会为我着急 你也徒劳地寻找 我要对你们说的是 不配 增加不配 增孙亚不配 所以 这婚我不结了 我要以牙还牙 让她遭受 和我同样的痛苦折磨 姐 不要找我 找不到她 一仆生笔下的娜拉 可以冲出她的玩偶之家 我为什么非要去做 增孙亚的玩偶呢 伤心人 莫愁忌日 卖书了 自货的 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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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姐 我是孔家的客人 孔太太在家吗 在家 您里边请 莫愁的主意可真大 木兰 视线你就一点都没看出来吗 他一定是昨天夜里就写好了 今天一早悄悄放到我床上 这可怎么办呢 花轿马上就要到了 人各有志 无可奈何 二小姐 你是不是渴坏了 嗯 我半天没喝水了 漂亮 诶 落教 老爷 太太 这二小姐的花轿已经到了 子安 你快拿个主意啊 花轿既然到了 石生还没有到 让那些教父鼓手 给他们多发一点赏钱 让他们找个阴凉的地方先歇会吧 好 嗯 爸 我们先去前面吧 孔大哥 孔大哥 他一直都没有来信吗 哦 他还是走的时候留了一封信 哎 也不知道 他想不到什么地方 伯母 你别担心 孔大哥 孔大哥 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嗯 只是这儿太冷清了 我习惯了 那我陪伯母住几天好不好 真的 嗯 那我可请都请不来啊 我们家呀 一向都是门前冷落车马戏 你要是真来我家 那我真是怕来了贵客了 伯母 您不用担心 我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吃饭呢 我就给饭钱 住房 我就给房钱 二小姐 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 我现在住的这两间房子 还不是托了你们府上的大府啊 吴姐姐 吴姐姐她肠癌吗 哦 她有几天没来了 听说 她有一个亲戚病了 说是要结婚冲喜 忙着呢 怎么办 啊 怎么办呢 来来来来 慢点 大少爷 恭喜恭喜啊 你的新娘子来了 我们走吧 万妮 你这样一打扮 我都震不出来了 鬼仪 我可以把它脱掉吗 不行不行 还没拜堂呢 不是进了这个屋子 就算拜了堂吗 老爷吩咐过了 要三顶花轿同时进门 三位新娘同时拜堂 不先不后 那就再穿一会儿 你穿这身衣服 真的很好看 这样吧 你们夫妇俩聊聊悄悄话 我还要去接二少奶奶呢 好 来 快点 来 快点 快点 新娘 过来了 你快射吧 好 喝 别摄了 别摄了 轿子 我没人 什么 快快快 快 抬一边呢 这两眼 这是在这 哎呀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 他来了 哎 又傻愣着啊 红毡子呢 哦 快 哎 金兰官 穿着我紧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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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坐车了 哎 怎么了 我们家没有 还不需要我们家自己准备啊 嗯 姐夫一眼 谢谢 谢谢 天早的一顿 对 很苦吧 不好 甜 哎 药怎么会甜呢 今天的药很甜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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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得太急了 我恨不得立刻好起来 让她你的面前 哎 这怎么回事啊 连个小龙都没有经过冷造的 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回少奶奶 我没跟你说 糖都没败 我不是你们少奶奶 哎 哎 素云 素云啊 你听我说 家伙刚才说了 让咱们再等一等 等姚家的轿子一到 马上就拜堂行李 什么 那他们叫的一辈子不到 我就一辈子不拜堂啊 就要到了 就要到了 我饿了 哼 要不 咱们先吃点点心 点一点吧 好吗 我可不想换了你们家的规矩 来人呢 幸亏啊 我自己留了一手 这 这都是你带的 当然了 没有拜堂之前 我当然要吃娘家的了 抽 还抽呀 感觉洞房流的一屋子都是烟味 抽烟怎么了 中华民国五权宪法里哪条规定我不许抽烟呢 甭说这曾老三的洞房 就是大总统召开的国务会议上 我也照抽不误 刘伯伯 刘伯伯 你们着急了吧 不急不急 幸好我们是吃了早点来的 你定了什么时辰呢 该到了吧 是 快了快了 是不是你们那新娘子 要精心打扮准备一名惊人呢 叫子快到了 应该快了 孙雅 我听你爸爸说你想进银行是吗 那是家父的意思 银行可不好进 铁饭碗啊 薪水高 你看你牛掰掰 这一天哪 就得收到好几十张条子 都是让他安插的 哪个来头都不小 行了行了 人家孙雅就是不同凡响嘛 你们先坐一下 我还是到门口去看看 你好啊 现在是签个字 电报局徐科长 里金一百元 不三百元 三份 三喜临门嘛 好 您好 您签这 好嘞 您请 新郎官 大喜 这新娘子怎么排不到啊 这叫叫什么来着 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牛怀玉 我告诉你 今天可是我大喜的日子 我不跟你计较 我可是娘家贵客 给新娘子扶了叫杆子来的 硬亲戚啊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排辈 这往后 咱们该怎么称呼啊 眼里躲开 这新娘子该到了吧 都什么时候了 是不是街上戒严了 把花椒给截住了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要不然让我们家车接一趟 我们要特别派子 通行无阻 老爷 太太 能去的地都找遍了 还是没见着二小姐 这个莫愁啊 简直是闹出圈去了 木兰 你再想一想 他还会跑哪儿去呢 哎呀 你看看 他 他不愿意嫁孙呀 他早说呀 这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听起自然吧 什么叫听起自然啊 实话实说 曾家的大教都到门口了 啊 还能叫人家空着架子抬回去啊 还不叫人家笑叼大牙 我敢说 明天的报纸就得登出来 姚家的女儿 私奔 妈 莫愁不是私奔 最多也就是讨婚 这有什么两样 好事不出门 坏事 顶着风还传十里呢 这叫我们以后怎么做人 去备车 爸 您要去哪儿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 我去曾家谢罪 人家是下锅聘的 卢数退还 咱们的四十八台教授呢 送给曾家了 人家曾家是有头有脸的 现在贵客迎门 你这一去 叫他们的脸往哪搁呀 这不叫谢罪 这叫添堵 你们说怎么办 就这么跟这儿耗着 莫愁妹妹 你现在在哪儿 你看到父母脸上的皱纹 听到他们深深的叹息了吗 你不计后果 把二老逼上绝路啊 如果换上任何一件别的事情 姐姐都会义无反顾替你去的 除了这件事 我也许做得太过分了 太绝情了 可这是孙亚 你对不起我 不是我对不起你 你有初一 我才有十五 你是谁啊 快出去 莫愁 姚小姐 你 李福大哥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从哪儿回来的 一言难尽 我妈呢 伯母她上街买东西去了 我再替她看家 李福大哥 你坐吧 你不是到南方去了吗 噩梦 一场噩梦 命运开了一个绝大的玩笑 本来是满腔热血 奔赴南方准备大干一场 可半路上被关进了监狱 坐了十几天牢 怎么还坐了牢呢 我们到了天津 准备坐船南下 可不知怎么消息走漏了 就被租界警察 关进了军部房 要不是傅先生赶来坐保 早就把我给枪毙了 昨天才被放出来 押送回北京 李福大哥 你是不是受了很多的苦啊 男儿欲夺黄金印 恨不能斩小楼兰 这姚家是怎么说好 这花轿怎么到现在还不可能 我也不知道 今天不只是你一桩婚事 是三桩 你让你两个哥哥要等多久 爸 那些客人都等急了 催着开席的 你说我 让厨房给他们上茶点 还有 我岳父他要先走 说总统府有急事 你一定要留住他 爸 要不我去看看 去姚家 你清楚去 也许姚斯安要的就是这个 我不想去 孙雅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你心里就是有一千个别扭 也得听父母的 不认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快去 您里边请 快去叫两码车 好了 坐汽车吧 汽车快 孙雅 别跟我志气 先办正事 走走走 走吧走吧 先办正事 走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了 就要新婚了 还跑到女子学院去勾打女学生 莫头能不生气吗 你闭嘴 我告诉你 你少在这形态乐乎 我不会让你看我笑话 诸位 父老乡天 老少爷们们 我说 给你们定言了吗 早就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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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接着吹啊 接着吹 接着吹 吹鼓手们又在吹了 欢天喜地的音乐 此时此刻 却成了催命符 父亲 你怎么样才能度过这一劫呢 你是这样的无助 而你的女儿眼前 也是一片昏暗 束手无策 孙雅 伯母 孙雅 伯父 拜堂的时辰到了 我是来迎亲的 是啊 都这个时候了 可别给孙雅亮台啊 伯母 伯父 如果曾家有什么不道之处 还请您二位多多见谅 等成亲之后 我会专程来赔罪的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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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伯母 你们别管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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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去问木兰吧 木兰 他走了 他去哪了 找不到 我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事 现在终于发生了 也好 这婚我也不用结了 别不结啊 莫说不是逃了吗 到几南天报个案 让他们找人去 他既然藏起来 就不会让人找到 别人不行 警察行 牛怀玉 你是不是想闹得满城风雨 你是不是嫌我们曾家现在麻烦还不够多 我可是好心好意啊 都是你闹的 木兰小姐 你给他看到了 好心没好报啊 孙雅 放开他 孙雅你别跟我急啊 你该跟自己急 你在那么大跟头 怎么办才好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三少爷 孙雅怎么还没出来啊 都搞什么乱 都给我滚 车在这边哪 你也给我滚 孙雅 车在这边 孙雅